欢迎收听古风穿越报效言情剧《第一胶》 作者 苹果小姐 第七十二集 旧场 一鞭子打下去,谢良上好的衣料被抽出了一道口子 胳膊上的血渗出来,一众吓人看得呆若目击 真的抽了,王妃真的抽了大总管 今儿戏畅大了 谢良虽然是下人,但她的身份是大总管 所以她也有自己的小思 谢良的小思眼见谢良真的挨打,吓得跳脚朝书房奔去 宁远欣得了苏清的吩咐,却并没有直接去执行 苏清要将府中两个管事直接撵出府 这种蠢事都能做出来 她就算不敢轻易招惹苏清 不敢轻易和苏清作对 可这种送上门的把柄,她还是要利用一下的 别的不说 单单把这话送到荣衡面前 再解释一下府中人士那些不成文的规矩 她就不信荣衡还能由着苏清胡来 撵走两个管事 完全有可能让府中的下人运作混乱呀 只要荣衡阻止了苏清 今儿苏清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她只是提醒荣衡一句 她是为大局着想,算不上和苏清作对 就算苏清为难她,荣衡应该也会护着她的 没有理由不护着呀 宁远欣一路细细琢磨,见荣衡该如何说 就在她即将跨进书房小院的时候 一个小厮若一阵风从她身边窜了过去 差点把宁远欣带倒 春桃立刻怒道 不长眼的,怎么走路呢 那小厮救人心切,压根没听到 春桃雨落,她已经奔进了书房 转眼,荣衡跟着那小厮出来 宁远欣立刻迎了上去,一脸为难的表情 殿下,王妃 荣衡看了宁远欣一眼,大步离开 什么话,一会再说,先去花厅 宁远欣一听到荣衡迫不及待要去花厅 立刻闭嘴 这才认出,方才那个差点带倒她的小厮 是谢良的小厮 谢良小厮请了荣衡去花厅 荣衡又这么迫不及待地去 难道花厅那边又出了别的事 宁远欣跟在荣衡的身后,安静地走 宛若一个会行走的花瓶 花厅那里 苏青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谢良到底是怎么挨鞭子的 让福星打一下休息一下 所以等荣衡赶来的时候 福星才打到第十下 荣衡一脚跨进花厅 现场的气氛陡然进入一个新的诡异状态 众人看向荣衡 紧接着,目光馊地看向苏青 殿下会斥责王妃吗? 王妃会怒急打殿下吗? 宁远欣看到谢良,又看到拿鞭子的福星,吓了一跳 苏青竟然打了谢良 他知道谢良的身份吗?就打! 荣衡抬脚走进花厅 宁远欣犹豫了一瞬,跟着荣衡进去 谢良一脸忠心耿耿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荣衡走进来,谢良扑通跪下 殿下,都是奴才做事不利,才惹王妃不快 说着话,谢良抬眼瞥了一眼头顶的横幅 是奴才的不对,殿下,莫要怪王妃啊 荣衡看了一眼苏青头顶的横幅,一手毛笔字写得药物扬威,张牙舞爪 果然,自若欺人 转身与苏青隔了一张桌子坐下,荣衡朝谢两道 真的是你惹了王妃不快,不是王妃有意刁难你 有什么话尽管对本王说,本王绝不允许有人欺负你 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要不是提前就和荣衡达成了一致 苏青都要被这披着羊皮的狼给骗了 真是奥斯卡影帝 莱奥娜多荣衡呢 荣衡此言一出,众人眼中看好戏的神色就更浓了 宁远心低着头立在那儿 苏青瞥了他一眼 谢良跪在地上,故意动了一下胳膊 脸上做出钻心的疼,却执意道 殿下,真的是奴才做事不利 奴才甘愿领发 奴才是府州总管,何该起到带头作用 荣衡满脸欣慰地点点头 不愧是本王最倚重的人 你能这么想,本王很高兴 既然是你的错,那继续吧 福星欢快地应了一声 好嘞 扬起鞭子就抽了出去 一鞭子抽得谢良,差点怀疑人生 不是来做主的吗? 怎么又让继续了? 荣衡坐着说话不要疼 福星一面抽,荣衡一面倒 原本,本王还以为是王妃不懂事 可以刁难你,是本王误会王妃了 苏卿笑笑 不是说清楚就好 看在谢管家实话实说的份上 就少打一鞭子吧 众人 二十鞭子改成了十九鞭子 但福星是谁 这鞭鞭都用了大力气 等他抽到十五鞭 谢良就昏厥过去了 之后的四鞭 福星犹如鞭尸一边抽完 忠衡立刻到 还不赶紧把谢总管抬下去 请御医来瞧 谢良的小思抬谢良的时候 差点哭了 谢良被抬走 忠衡朝苏卿道 你继续 苏卿笑道 也没什么 事情要循序渐进 什么事留到明天再做 言诺转向众人 散了吧 守着规矩做事 我一向赏罚分明 规矩 众人离开之前 最后看了一眼 苏卿头顶的横幅 难道以后府中的规矩 真的就是这个了 看着就是一句话 却比登天都难呀 谁不知道苏卿脾气暴躁 令他不愉快都要罚 众人瑟瑟发抖离开 原本想告状的宁远欣 犹豫了一下 狠狠攥着手帕 转身跟着众人一起离开 苏卿看着他的背影 笑了笑 容恒看了苏卿一眼 亏你笑得出来 你知道谢良什么身份吗 苏卿道 什么身份 难道不是你府里的奴才 他哥哥是太后寝宫的大总管 容恒道 苏卿撇嘴 我还以为什么大人物 说完苏卿起身 我要去军营了 为了你这点鸡毛蒜皮的事 差点当我正事 正八经挂职的将军 军务很忙的 看了容恒一眼 苏卿道 我帮你苏卿府邸 你赶紧找个正八经的 替你打理内宅的 我一个将军 我总不能天天做这些女人 做的事吧 不满地说完 苏卿带着福星离开 长青抽抽嘴角 殿下 王妃说 这是女人做的事 那 王妃是啥 问完 长青又想到别的问题 王妃要不是女人 殿下娶了她做王妃 那殿下是啥 容恒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集见